近日 保加利亚总理佩特科夫宣布 驱逐70名俄罗斯外交官 对此 俄罗斯驻保加利亚大使 米特罗法诺娃 7月1号称 此举或引发双方使馆关闭 米特罗法诺娃当天向保加利亚人民 发布公开信 信中指出 保加利亚外交部 无视俄方呼吁 他将立刻向俄方领导层提出 关闭俄罗斯驻索菲亚大使馆的问题 米特罗法诺娃强调 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保加利亚 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关闭 6月28号 保加利亚总理佩特科夫宣布 驱逐70名俄罗斯外交官 并要求这些外交官 于7月3号24点前离境 米特罗法诺娃随后要求保加利亚外交部 在7月1号之前撤销该决定 但遭到拒绝